用事实说话 焦点访谈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 近年来 台独分子的活动范围 已经不再局限于大陆和台湾 在台湾民进党当局的指使下 台湾情报机关 在其他国家和地区 安插和发展台独分子 让他们在外 为自己搜集有关祖国大陆的情报 刺探其他国家 对大陆一些事物的看法 这些人除了搜集情报 还会不断地寻找机会 抹黑大陆 郑宇钦 台湾高雄人 曾任民进党前任主席 卓榮泰助理 应对大陆从事间谍情报活动 被国家安全机关逮捕 我在台湾呢 我学的是国家安全跟情报 郑宇钦的台独思想由来已久 也在仕途上有着极大的野心 我的规划是希望能够有朝一夕 能够进入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 当任咨询委员 在台湾读研究所期间 郑宇钦对情报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专门撰写了研究大陆国家安全机关 组织和架构的论文 因为中共国家安全部这个机关 是比较敏感的一个机关 那如果他研究这个课题的话 他肯定会引起台湾亲自机关 或者说相关部门的一些关注 郑宇钦想借此进入台湾政坛 但倾高自负的他并没有得到青睐 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郑宇钦决定到海外赌金 当时根据郑宇钦自己在跟他好友 讲的话当中这样讲 有朝一日我要回到台湾 我要进入台湾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要坐在前三排这种位置 2004年 郑宇钦前往捷克查理大学 共都博士学位 他收到驻捷克台北代表处的邀请 参加迎新活动 迎新会上他收到了一张名片 上面写着 李云鹏驻捷克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 他当时介绍他自己 就是说他是在台湾 就是驻捷克办事处 然后基本上他很明确地告诉我 他是在国家安全局任职 那郑宇钦当时他是很兴奋 他有机会真正地接触到 情志人员 于是他就主动联系了 这叫李云鹏的人 并自我推荐 把他当时写的那篇研究论文 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给对方 之后李云鹏找到郑宇钦 问他愿不愿意写一写情报机关运作的文章 有稿费 当时的郑宇钦急于展现自己的情报研究能力 为自己积累资历 他表示非常愿意 文章交稿后 郑宇钦又几次主动找到李云鹏 问是否有适合自己的选题 李云鹏在找郑宇钦写过几篇情报研究报告后 便终止了与他的联系 2008年 郑宇钦回到台湾 经老师推荐到台湾的复兴电台做节目 查些时 一个名叫吕嘉嘉的女子上前搭讪 吕嘉嘉当时是以什么身份跟你认识的 她是以记者的身份跟我认识的 哪个单位的记者 复兴电台 复兴电台是做什么的 复兴电台它虽然是说是属于 对大陆进行广播传播 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它是属于军情单位的外围组织 那你当时是怎么认知李云鹏嘉本人的身份呢 我认识她的身份就是台湾军情人员 郑宇钦对自己的搜集能力十分自信 但苦于没有施展的空间 当吕嘉嘉问她有没有兴趣 帮忙搜集一些时政热点时 郑宇钦马上答应 热点时政议题的话 一开始她会告诉我哪些热点 有关台湾 有关中国 那比较偏向政治经济 还有军事 那后来慢慢变成是我主导他们 对大陆的认识 如果是停留在两岸的话太狭隘了 从国际组织去了解中国 她的面貌虽然不会是说百分之百呈现 但是相对会比较深入 相对会比较完整 此外 吕嘉嘉还提醒郑宇钦 多创造机会去大陆 留意所接触到的专家和学者 关于两岸有什么观点 有谁可用 为完成吕嘉嘉布置的任务 2011到2013年 郑宇钦先后四次碰到机会 入境参加学术会议 她有意识地去观察这些人 替台湾的间谍情报机工 物色可知发展的这些专家学者 她跟他们接触完 谈完话之后 会把每个人的性格特点 她的所从事的领域 研究的内容 会跟台蝶1510进行报告 报告完之后会主动提出 对这个人的实用的一个想法 这时的郑宇钦已经十分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开始变得小心翼翼 她把吕嘉嘉在通联方式的名字 改成了退税中心 在收取间谍经费时 郑宇钦也是用化名采取多种方式签收 一是回台单面接收 第二个她通过她在捷克开设的公司 进行收取台湾间谍机关这些经费 因为捷克对资金往来查处是比较严的 她以公司这个名义来收钱 能够很好的掩护她的间谍活动 期间 吕嘉嘉曾与郑宇钦沟通 想为她建档让她成为正式的搜情人员 郑宇钦时刻惦记着她的政治前途 没有答应这个请求 在台湾的这个学者界 如果是成为这个军事情报局 或者是国安局的这个运用人员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会被同行看不起 那如果她今后想要进国安委 那这类的档案将成为她的今后 在一个学术界 还有她从政的这么一个污点 因此呢她也提出说 能否不要以建案的方式进行合作 而是继续以前情交易的模式进行合作 2013到2016年 郑宇钦因签证问题困在捷克 无法离境 捷克后 她马上飞回台湾联系吕嘉嘉 要去复兴电台做节目 这次 吕嘉嘉把一个叫Vicky的同事 引荐给郑宇钦 并告诉她 以后Vicky就是她的承办人 Vicky的真名叫陶志真 台湾军事情报集的间谍 Vicky承办之后呢 这个对郑宇钦之前 就是配合李嘉嘉开展情报收集 这种方法 还包括情报的质量 那个Vicky是提出质疑的 陶志真向郑宇钦说到 能不能找一个更好的方式 或者找一个更好的平台 然后去通过欧洲 或者欧美的一些关系 去获得一些情报 这时郑宇钦马上提出 欧盟的一些会议 华人很难参加 里面有关于大陆的有用情报 如果在捷克成立一个研究所 把名气打出去 就能有机会参加这些会议 这个建议得到了陶志真的赞赏 郑宇钦回到捷克之后呢 成立了这么一个政治经济研究所 他自分所长 有所长这个头衔 对我来讲 我能够参加更多的国际组织的会议 对我收集是有方便的 在陶志真间接经费赞助之下 在捷克举办了两场大型的学术会议 也是这两场大型的学术会议 一下子把他这个研究所的名气 在捷克打开了 2017年 郑宇钦向陶志真报告 他的研究所 接到了欧洲安全与合作理事会的邀请 在维也纳参加一场大型的学术会议 这场学术会议呢 级别很高 而且没有中方人员参加 只邀请了他一个华籍的人员 会议期间 郑宇钦把参会获取的一些资料 发给陶志真 陶志真看了异常兴奋 他第二天就带着他的上司 直接飞到维也纳与郑宇钦见面 就是你参加的这个会议是大概一个什么级别的会议 Benzel的大使级的会议 你知道他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带着上司跑那么远去见你 因为我们都知道是说 台湾在1971年之后 有很多的会议基本上不被允许参加的 那有很多的台湾的驻外人员 外交人员 基本上他都是打擦边球的 我们也都知道是说 台湾的外交人员写回去的都是抄当地侨报的东西 所以说把侨报当作是重要的讯息 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事情 只是有没有人点破他 但是他们终于看到一个曙光是说 是有人真金白银的 能够把整个国际组织所反映的东西反馈给他们 这次见面 陶志珍和他的领导对郑宇钦的工作高度肯定 当面给了他一万美金的奖励 同时也为他下一步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今后郑宇钦要多参与欧盟或北约组织的这类的大型会议 通过这些会议 去了解欧美对于祖国大陆的一些重大一些事项的一些看法 国防科技军工政治领域的一些重大事项的一些看法 同时要求郑宇钦在参会过程中 要多建立自己的人脉关系 与一些与会的一些学者建立联系 从中去套取涉及祖国大陆的情报 受到这样的肯定 郑宇钦更加觉得自己不一般 他更主动地以专家的身份指导台谍 哪些大陆情报对于台湾来说更重要 他们觉得我对选题比较敏感 如果有些选题我觉得没有太大的价值 就是waste time浪费时间的话 基本上我是不感兴趣的 那这种不感兴趣的 我们就停留在口头上的交流 如果有兴趣的东西的话 我就会深入地追踪 随着情报搜集的不断深入 郑宇钦越来越害怕自己的失败路 每次在大陆入境前 他都会先卸载与陶志珍联系的软件 伤完之后进来所有的活动不留下痕迹 只用耳朵听用眼睛看出境 离开大陆之后呢 再把这个软件重新安装在手机里头 用语音的方式向对方播报 在传输情报时 郑宇钦也主动要求使用 安全性更高的软件 随着搜情任务的增多 郑宇钦拿到的间谍经费也越来越多 从2005到2019年 他共收取了276万台币的间谍经费 有了钱的支撑 他的手段也越来越有恃无恐 2019年1月 郑宇钦收到三个网址的链接 他打开这个链接一看 发现这是三篇 美国一个反华基金会的研究员 撰写了三篇炒作 中国威胁论的文章 郑宇钦看到这个文章之后 如获至宝 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抹黑 丑化中国在捷克外交政策的一个机会 这三篇文章早在半年前就已经发表 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 郑宇钦很清楚 台湾当局和情报机关 一直想在国际上抹黑大陆的形象 挑拨祖国大陆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 从而为台湾当局拓展所谓的外交空间 他决定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随即把这三条消息 在多个华人群里进行转发 同时他还添油加醋 杜撞了很多虚构的事情 比如说他说 在捷克的华人华侨是中国间谍 为了增加这个谣言的可信性 他还创改了这个消息的来源 说这三篇文章 是他从捷克政府单位内部获取的 这些谣言在捷克华人圈里面广泛传播 引起了一定的恐慌 郑宇清的行为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2019年4月 他因涉嫌间谍罪在进入大陆的时候 被国家安全机关逮捕 郑宇清从2005年以来 就在跟台湾的间谍机关合作 持续的时间长 活动手法隐秘 然后他提供的这些情资 也是越来越多 由浅入深 到后期提供的很多情资 涉及到了我们很多核心秘密的一些内容 郑宇清案是一起典型台湾间谍机关 迂回其他国家对祖国大陆进行情报搜集的案件 也是一起台独势力在海外意图挑拨祖国大陆 与其他国家外交关系的典型案件 2016年蔡英文当局上台以来 台独逆行政策在国际上不得人心 不断有所谓的搬交国与台湾当局断交 与祖国大陆建交 在这个大环境下 蔡英文当局频频在国际上 无中生有 杜撞 捏造 丑化祖国大陆形象 攻击我们的外交政策 以求谋取它所谓的国际空间 在台湾民进党当局和情报部门的指挥下 有一些像郑宇钦这样的人 在海外其他国家频频搞小动作 不断挑拨 怂恿一些对中国大陆并不友好的人员 与台独势力 同流合污 在这里我们想说 台湾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 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事实 任何搞政治操弄 制造台独分裂活动的企图 都不会得逞 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